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乘坐举光号火车到达台南 受到了台南市长林西山 生文水库工程局局长刘邦叶和地方各界首长的欢迎 岸信介等人到达台南以后 立刻改成汽车到台南县南西乡 参观正在施工中的生文水库 他对我国荣民高超的技术旺盛的工作精神一代的表示赞扬 今天晚上岸信介等人在生文水库招待所接受晚宴款待 预定明天